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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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八字天論二 身邊有唐中尚師傅 師傅正所謂養兒長休九十九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做父母很大心理壓力 有多病菌又擔心他們身體健不健康 會不會有病 又或者最近讀書壓力很大 找到學校都可能會令到睡不著 不如我們一年用幾集節目的時間 看看我們用八字的智慧 可否幫助父母 令到他們沒有那麼大壓力 可以幫助他們 我想問一下 我們之前討論過十個日主 每個日主都有不同的性格 其實以十個日主去看小朋友的八字 看性格 其實看法是否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小朋友一出來 巴掌這麼大 慢慢去養育 讓他成長 都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他性格的顯現未必出生 或者一兩歲就即可顯現出來 你便要慢慢去觀察 摸索 但我們的確在八字代 可以看到他們的五行 各有特性不同 的確我們了解到他們的優點 長處 可以幫他們盡量自小培訓 發揮一下 知道了他們的性格上的缺點 看看如何幫助他們 排解到一些不好的缺點 我們不如從日主去看這些性格 可以的 但我先用五行來講 至於逐個日主要配合很多細緻的東西 剛才你也知道他個性的優點和缺點是否 其實是這樣的 每一個日主或每一種五行的人 都有他本身的特點 特點就包括優點和缺點 即是說每一個日主 這是有很多優點的日主 那個人有很多缺點的日主 是不會的 而這些優缺點的發揮 通常會在他第一處大運 叫幼運 他幫助他 究竟傾向正 向邪 那些是一個環境干擾 或是家裏的培育 也有很大的影響 不可以說 以前就說 落地哭三聲 好臭命 那些包括你的環境 輕衰 或貧富 有時這麼小時候出來 你明知道他個性是這樣的 你撥一撥他的行政路 所以家長千萬不要想 我小朋友 優點的小朋友 培養 如果是缺點的小朋友 便死了 明白嗎 現在便會有一種障礙 即是說我們了解他們 知道他們的趨向 然後怎樣把這些趨向 放在正路上就可以了 都沒有問題的 一定可以 大部份人都不會說 好像 頭的十幾% 你不用理他 自動自覺 尾的十幾% 就是 你怎樣扶什麼日主 都扶不到 那些很少 中間 幫一下他 他又會好些 你有得去自生自味 當然是壞些的 這就是要說 整個家庭的環境 然後才談到 那些小朋友 說什麼日主有什麼特點 這個我覺得 是比較重要的概念 讓家長知道 不然這些小朋友 聽完我們這個節目 便可能很可憐 對 我們經常都說 天地人運 對 我們看我們怎樣幫助 這些小朋友的家長 如何製造一個好的家庭環境 教育給他們 剛才提到 十日主分五行 不如再看看 甲和月木日主 都是一目日主 這也是目的 十日主分陰陽 五行乘二 有陽目和陰目 木的性就是生法向上 只不過有甲木比較直 只要飆高 不打橫發展 月木就是 月體形勢 哪邊有陽光向哪邊 攀閑靜默 對 但木性依然比較正牌 我們稱為仁以禮之信 木主人 有一個慈悲心 或是一個憐憫心 即是說這些人 傾向不容易學壞 那麼魔鬼 想到都是一些不好的事 未必 但當然 他的木性是良好的時候引發 他當然就向好 你不好的引發 又沒有良好的支援改善 他都可以扭目的 可以成為 替他交易 那是真的要看右運 所以比較直 但如果你太直 又會執拗 可能跟你頂 所以不要看見小朋友 說一句你頂九句 那就很慘 但不一定 父母都不一定適合 你要自己 早就跟他相處 時互融 月幕更加 他會飄 喜歡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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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要求他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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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木柔慢慢生發之情 向上不斷地生氣勃勃湧出來 火已經是燒緊 因此火率性炎上 可能有好的味道理想 不好的心頭高 或是比較燥烈火 但問題是要看旺藥 過旺的火還是過藥的火 有些會燒不起 有些是太多的 也要拿中和 所以我們經常有句說話 不是中和不是卜 在個性上的觀察都是這樣的意思 特別是燒火 燒火是陰火 好是陰油 不可以陰毒 我們經常說過 陰毒的意思是 可能他自己讀自己也行 不一定是讀你的 我們叫門燒 你要留意他不聲不聲 有些甚麼舉動 有些不聲的會比較害怕 因為他發洩出來 說出來 陽日主容易表現出來給你看到 對應 陰日主很多時候是收收賣賣 他自己在這裏猛 但他未必讓你知道 有些會比較多的 而且表現出來 只要不夠細心 你忽略了也行 所以要看自己的小朋友 如果是燒火 要關注多些 觀察多些 了解多些 挖他的事 說給你聽 其實無論哪一行都好 相對陰日主會比較收賜 antidote 對 Peyton 不容易叨 paintings 一輪嘴就能掃出來給你聽 當然這是一個大改的趨向 有其他日主 天干有幾個字的影響是怎樣呢 要深入探討就要長時間 但我們起碼知道日主的性格趨向 在哪方面才能調節探討 至於這個無幾日主又如何 無幾一樣是比較內斂 但它的內斂與丁火之類不同 因為它的肚本身包藏萬物 有四是自然香 簡單一點 你又需要把好東西發掘出來 我們稱為樸實無華 當然過分了 表面是口實 但裏面可能會變質也不定 另外討論了 正常的肚都是樸素無華 才華內穩 你要跟它握一把線撥一下 讓它的優點彰顯 例如一般無幾日主會否是比較多日主 因為肚子是最硬頸 父母反而要用最多的耐性跟它相處 它不一定是很硬頸的 即是它不騷擾你 它不娶你也行 不需要你叫它做這件事 我就是不做 死也不做 它不一定是這樣的表現 那它便做 它可能會按照你 你要做就做 但是否投入它做呢 還是它喜歡做呢 你未必會知道 至於筋身日主有何呢 筋身日主有金 筋是啵啵聲 這些就容易脾氣了 會跟你三言兩語不合就頂 即是它比甲木的頂嘴更強烈 因為它的劣性是剛 跟甲木主人有些不同 謙謙君子的甲木比較容易 表現出很謙厚 很溫和 但筋身日很少 它不出聲時都好像很戰鬥 充滿活力 激情 這些狀態 還要看它配合其他 會否加強它 我最近聽到有些過度活躍症出事 其實過度活躍也不好 所以如果它本身只有八字 其他幾字可以中和平衡 它便可以將這些個性表現後 它自己去調節平衡 那就沒事了 雷德比較剛烈的小朋友 對 但問題是剛烈是說筋身 因為新的話 它未必是剛烈的 它是裏面烈的 即是你罵我 我不聲嗎 待會想不開 或者行李運 不好 配合不好的榴槤 關火門 打開窗 跳到街上 那你就麻煩了 即是在裏面烈的 對 陰日主和弱日主的表現 陰日主要多些時間發掘它 究竟你想些甚麼 行為的趨向呢 我認為父母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要發掘這件事 一定要浪費時間 浪費心機 要給人表現出來給你看 那麽父母又要應對日常工作 生活 養家 變成頭痛一點 但問題是這些付出 令到親親關係可以再配合一點 親密相處 對 即是親密無間 建立起上來 由小朋友 直到長大 成長 甚至老死 都可以和你保持一些比較好的關係 可能是否至於水日主 又不同的貴又如何呢 水日主治 代表甚麼呢 聰明智慧 還有現代的怨言 想頭多 不得專注也不定 小朋友的事 即使他再有理想 他都未懂得分 要等他不要那麼深散 可能有些活動教學有趣味 對 沒錯 令一些親子關係 帶他一起參加野外求生等等 可以讓父母自己去選擇 不要太早讓他自己 周圍一個人去做很多活動 因為始終都知道 看完第一次大運會否容易有事 如果有的話 有甚麼你陪著一起去 但基本上讀書各方面 如果好好培養 水日 就不理淫水和貴水 都可以比較出色 活動 參加很多活動 都可以的 他們都很願意 很樂意 很少甲木 或是丁火 那些正態 所以水是不錯的 要好好培養 好 這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又用一些觀眾例子 跟大家說說小朋友的幼運 父母應該可以怎樣做 小朋友有時打開八字 有些人起第一個大運 可能已經是十歲 九歲 如果父母打開小朋友八字 怎樣看他之前的時間的運 首先看大家的大運概念 大運我們說會由幾歲起 起了運後 十年十年過 直至到年老或死亡 但幾歲入運其實是有一個規定 就是由我們出生那天開始 我們有計算節氣 是不是 要麼順數到下一個節 要麼也算你出生之前的節 我們計算日子 你知道一個月只有三十天 而我們傳統上 純粹是用虛稅 沒有零稅 所以最早就一歲起運 最遲十一歲 虛稅就要起運 這個計算出來 是不是 所以就有一個規律 即是說超過11歲才告訴你 你起運那些 肯定是錯的 好了 回到你的問題 我六歲又可以逢六 六十六 二十六 八十八 二十八 你便說我11歲才起運 我之前十年怎樣看 但這裡有一個規定非常重要 想大家去理解 就是說右運 即是第一處大運 不理你一歲入最早 或者最遲十一歲入 都管著你之前 未入運時的流年 不是說我第一處大運不好 我11歲才入大運 我之前說我早就離開了 沒事了 不是的 所以很多人誤會了這件事 即是說我已經幾歲 總之你都要受第一處大運的管轄 行不行 如果你說我再說得清晰一點 譬如我九歲 我由一歲到八歲 除了第一處大運管轄外 還有甚麼要看呢 我們會看流年 直接跟那個命局發生甚麼關係 去決定這個小朋友 究竟他會否有甚麼 小朋友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要麼是意外 要麼是病痛 普通的病痛 所有人都有我們 不要理會他 當然是重症 對 說到一些健康意外的問題 師傅 你說這位觀眾的例子 都要特別小心 這位觀眾的實例 出生於2017年1月11日 一個男嬰兒 想知道健康和幼運的情況 但看師傅你說真的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八字底有優點和特點 那些優點和缺點 先說讓父母特別關心注意 就好看第一處大運 譬如他充滿多 會否在第一處大運 配合去加強他的作用 或是我們有時忽略了 或者忘記了暗局 拱局 會否第一處大運會填實 是起神局還是忌神局 幫他 還是害他 還是怎樣 因為第一處大運為何那麼重要 就是由小朋友一路成長的過程 脆弱點的生命 還有他如果是壞的事 他會有甚麼應用呢 要麼是重病 要麼是意外 其他甚麼都未有 又不可以破產 又不可以失戀 又不可以破敗 所以就很留意家裡 一看第一處大運不妥 就金睛火眼看牛那麼看 既然有實例 我們就看看實例 看看他有甚麼特點 這個小朋友是木土 土本來我們喜歡的 比較樸實木華 但因為他這個很有趣 他合化很多 首先是木桂化火 火是甚麼呢 生我者是印 他沒有印月靈 陽日主合偏星 所以他合偏印不化 有四個天光合適 炳星是化水 所以我黑者是財 他有財 但又跟大家溫分 因為他這個是甚麼 劫 劫是黑財 有印都不能化 於是都是合財 一樣不化 一組合無印 合而不化 一組合有印都合而不化 有一組合 於是便齊 即是我印又不是印 是財又不是財 然而地支去看 一扣過 三個也是土 只有金 因為劫星秉靈就算不透光 日柱乾之同氣 加上士之劫 都足夠令他身亡 身亡是雙石起神 財起神 都合而不化 起神就不太好用 這個溫澤大家都知道 不喜歡是甚麼呢 地支有一個局 身有術 沒有有有身 身身術是一個暗雙焗 反起暗蓋不能化 暗焗就是暗焗 幸好它身亡 雙焗是怕心口望不怕的 是起神焗 但這個起神焗是用來救命的 不喜歡是甚麼呢 兩個都帥氣 你馬上想 我們一起支持這個字 你一見到甩醜 便會想起誰字 未字 是 甩醜後未就怎樣 三型了 首先看看幼暈是否 幼暈是就真是麻煩 如果不是 看幼暈的十年是哪一年 圈著它 那些年份就很難說實 一定是意外或一定是重病 兩樣都要留神 本身看一看這個命底 已經是很多的拱局 我經常都說拱局是最麻煩的暗局 因為你放在這裡 整條命本身已經是這樣 那個上落變化沒有那麼大 但一有暗就有拱 就是變化起來了 但是我發現它的大韻 雖然不是一個味道 但這個也很麻煩 有暈是淫癮 淫癮這個就是很麻煩 淫癮呢 你很幸運 不是味道 但問題是這個人有未連 這個不喜歡是什麼呢 它是蔥 第一處就是蔥 蔥就是一種變化 淫餅蔥 一個就是人生蔥 是 淫癮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淫癮一蔥 其實就是身旺 身旺 才來衝印 麻煩在什麼呢 你是不是弱起神 衝我強氣神 為何強呢 你衝我就是印生 因為淫癮會黑彩 那便會黑彩 所以這個運 就出事了 而且本身 人和身 其實也有一個暗局 對 人身就衝 人五率又多 五就麻煩了 這是什麼局 這是技神局 在這個運 人秉率 是一個什麼 暗刃 好 那你就說 這個就是 九歲才起運 是 你有女兒未到 如果一般 你上運才是 我有一至八歲 便不用管 不是的 為什麼 我講過了 第一個大運已經不好的時候 你馬上逐年看 要小時候的運動 一定會受它的影響 又不用看到2024年之後 所以這位觀眾 就是這個小朋友的父母 就要留神 例如舉個禮 即不逐年說 一百年是暮率年 是 暮率年 暮率年 就是我們叫做 福淫日處 是 是 福淫日處 是 忌神 因為他身旺 日處是比 這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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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全部都是不好的 嗯 還有 衰醜 衰醜 是否要加起來 叫做兩衰 凝兩醜 就是四個 加起來 大運 今年有事也不奇怪 要很小心處理 突然間感染又行 不知道他的狀態是 一開始出生 體育多病 還是 沒事的 如果突然間 一件事發生了 他就要處理 可能會急轉直下 意外當然 怎樣的意外 很難說 是 還有 我再看到 除了人五叔 剛才說過 那個印局 其實人身 如果再加上字 就是另一組的三型 是的 所以免得你 要圈些榴槤出來 譬如 還未去到 任人運 九歲才入 很多人誤會 我真的要再三 警示一下 各位觀眾 你不要看著 我九歲才起運 一至八歲 就沒事了 不是的 他一定干擾你 一至八歲 第一個運不好 只要一至八歲 輕輕有一個榴槤 例如我舉個例 例如2018年 已經容易有事出 小朋友出事 我們能夠盡我們的力 去減少意外的發生 盡量在身體的條理上 了解更多 細緻 讓他不要有 醞釀成小病變大病 希望這位小朋友 健康快樂成長 父母安心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